未有暗相来 只是女主的一场梦而已 女主跟三位男主的感情 到底情归何处呢 第一位 仲西武 在剧中 仲西武是仲家家主 暗恋女主华浅 对师嫂的这段感情 爱的是隐忍克制 不管是前世的华浅 还是重生后的华浅 仲西武都对她的感情没有变 默默守护着华浅 其实华浅根本就没有重生 只是昏迷中潜意识里 希望画家没有家破人亡 而做了一场梦而已 仲西武对华浅的爱 虽然隐忍克制 但她的爱也很勇敢 只要华浅愿意 她愿意力排仲义 不顾任何人的反对 也要跟她在一起 可惜仲西武终究是爱而不得 就算华浅跟仲夜兰合离 就算华浅后来爱上了仲西武 两人也无法在一起 而华浅只不敢奢求这份爱 只想远离仲西武和仲夜兰 所以仲西武最终只能选择放手 第二位 仲夜兰 在剧中 仲夜兰是仲西武的师兄 心上人是木瑶 只因为华浅设计下药仲夜兰 让仲夜兰娶了她 拆散了她跟木瑶 后来事情败露 仲夜兰跟木瑶联手扳倒华家 华家家破人亡 重生后的华浅 不想重蹈覆辙 只想改变画家必死的结局 重生后的华浅 只想撮合仲夜兰和木瑶 没想到这一世的仲夜兰 反而爱上了她华浅 即便自寝和离 即便知道木瑶才是她的青梅竹马 仲夜兰也对华浅穷追不舍 重生后的华浅 终究还是没有改变画家的结局 还是悲剧重演 昏迷醒来的华浅 才明白这只是一场梦 根本就没有什么重生 仲夜兰爱的依然是木瑶 而华浅什么也没有改变 第三位 华荣舟 在剧中 华荣舟因为华浅的一次救命之恩 从此对华浅死心他地 甘愿做华浅身边的侍卫保护他 华荣舟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他对华浅的感情 不属于仲西武和仲夜兰 华浅最后假死 跟华荣舟离开皇城归隐 仲西武只能放手成全他们了 不得不说 华荣舟才是最后的赢家 总而言之 三位男主三种结局 仲西武爱而不得 仲夜兰得偿所愿 华荣舟成为最后的赢家 不过剧版的结局 应该会有所改动 女主并没有重生 所以什么都没改变 梦里出现的华荣舟或许不存在 现实中华浅身边 只剩下仲西武默默守护着他 仲西武跟华浅的结局 或许有反转的 华有暗香来首播舞集 就好评不断 都说女主周也的人设待感 但差评也有不少 吐槽男主王星月 鼻子太出戏 女主周也虽然人设待感 颜值演技在线 但配音太出戏 重生设定被改成了 一场熏香制造的梦 华有暗香来 原著的设定就是女主 看自己小说穿越道 古代恶毒女配华浅身上 结果剧版改成了 既不是穿越 也不是重生 倒是少了些神秘感 未有暗香来第一集 恶毒女配华浅 坏事做尽 最后导致家破人亡 自己吐血气急攻心而亡 转眼重生回到了两年前 跟仲西兰大婚之日 华浅不再重蹈覆辙 决定为画家和自己逆天改命 改变必死的结局 然而第一集其实也暗示了 华浅根本就没有死 吐血倒地并没有死 而是被赶来的男主仲西武救下 男主为了救华浅 用熏香制造了一场梦而已 所以说 华浅根本没有重生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死 只是昏迷而已 在第一集的细节里 有好多伏笔 重生后的华浅大婚 第二天醒来 奶妈点的扶手香 华浅说还有别的香 在马车上 华浅说 被香熏得头晕 男二说车上没有熏香 还有丫鬟撒香 华浅也说味道不对 还有在追剧日历里也暗示了 最后一集 一个点了熏香的香炉 和男主仲西武 抱着穿着女主华浅 华浅穿的衣服就是 第一集华浅逃亡穿的衣服 所以说 女主想要为画家和自己逆天改命 其实现实并没有改变 这一切只是女主做的一场梦而已 一切梦幻如泡影 什么都没有改变 女主始终要为自己的 错误付出代价的 至于女主最后跟男主 在一起的可能性最大 结局女主醒来 知道了男主的心意 不再执着于男二 最终放下了执念 为了不重蹈覆辙 她不再执拗于过去 与仲夜兰的情感纠葛中 选择成全仲夜兰 与沐瑶这一对有情人 并致力于让误入歧途的 家人们重回正途 最后在一直暗恋自己的仲家 家主仲西武的帮助下 一步步改过自新 获得救赎的故事 该剧还未上线 就受到了网友的期待与催促开播 未有暗香来 该剧改编之乎的 长篇言情小说喜千华 这剧有一定的粉丝基础 还有余正这个著名导演加持 这剧肯定不差 未出所料 未有暗香来首播几集 口碑一致大好 网友点评一针见血 十分具体细致 那这剧好在哪里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好剧 值得一看 剧情紧凑 节奏快 不拖拉 该剧一开始就交代了 华浅前世的悲惨结局 然后她后悔不已 想重新来过 接着就重生到两年前 她跟仲夜兰的大婚之日 故事便由此开始 新婚之夜 仲夜兰知道被通缉的木瑶行踪 她便找借口丢下华浅 去救木瑶 第二天华浅还是 跟原住一样 嫌弃衣服全白色 换了一身黄色明媚的 接着仲夜兰来跟华浅道歉 带着她去给长公主请安 路上遇见男主众西武 随着长公主刁难华浅 机智的浅浅完美解决障碍 获得长公主好感 然后就发展到华浅 大智慧的第一个高潮 被华曼设计落水见面 知道有人盯梢 华浅装小白花蒙混过关 这里挺好看的 剧情跟原住一模一样 布托拉 节奏快 还原度高 怪不得网友评价那么高 因为没有被魔改 改动比较小 只是将宫斗剧改成了宅斗剧 背景改动了 小说改编成剧 书粉跟观众最怕魔改了 比如说之前诚意杨子的 沉香如谢 沉香重华 因为女三背后有金主 给加了不少戏 女主少了戏份 还有装造上面 女三的装造比女主都多 还华丽 要不是有诚意杨子抗拒 演技精湛 这句可能扑 演员演技在线 开头新颖 男女主皆是出名的演员 演技不错 女主是由周也饰演华钱 虽然周也刚出道不久 演技上面还欠缺不少 可她也一直在挑战不同的角色 磨练自己的演技 现在她的演技整体上 比同龄的演员稍微好上一点 而且她也是一个潜力无限的演员 于正老师选角还是可以的 剧中男主由王兴月饰演众希武 他出演了不少电视剧 跟白鹿合作两次周生 如故 玉楼春 他在《周生如故》中 饰演的刘子行一角 被观众评价为演技在线 颜值不错 还有徐帆 李云锐 陈子涵 孙怡 彭小冉 杨旭文 张明恩 王迅等 这些熟悉又有演技的戏骨出演 演技都是实打实的好 可见于正老师对这次 捧新人的未有暗香来 还是用心了 还有一开始的画风让人惊艳 引人注目 挺有意思的开头 别聚一格 剧情上面还不错 紧凑 有让人有想看下去的欲望 在未开播之前 网友发现 于主划钱的配音不太适合 建议换一个 于正老师采取了 还回应连夜再改 争取开播前 把前面的几集改完 当时网友对于正老师 这个态度非常满意 对他的好感度 蹭蹭蹭地往上涨 结果一开播 于主配音没有改 于正不守信用 看剧都有点不适 网友说 这下子终于知道配音的重要性了 不贴合角色的配音 真的出戏 影响观感 但是剧情上面还是不错的 最起码没有魔改 这剧还是可以一看 运镜服装上面都很不错 值得入股的 有点期待明天的新剧情了